不听母亲劝阻执意要嫁给渣男的女人 在饱受了十年的折磨后才意识到嫁错了人 亲妈气得咬牙切齿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吧 人俗话说得好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 我头一眼瞅见他就知道他不是好东西 当初女儿放弃了考大学 还将户口本偷出去执意要嫁给大他十岁的谢俊玲 谁知道婚后男人显露真身仗着有钱在外面不三不四的 经常彻夜不归 甚至不愿意生孩子 顺芳稍有反抗便迎来无止境的殴打和辱骂 我一晚上没回来 是不是跟他在一起 我他妈爱跟谁在一起 吃我了喝我了 现在要管我 谁啊 顺芳这十年来如同保姆式的伺候着丈夫 却始终没换来一丝丝尊重 而谢俊良不仅在外面阴阴厌厌 对待岳父岳母更是没有一丝好态度 顺芳在不在 不在 面对这样的女婿老爷子也是无奈 顺芳十八岁就跟了谢俊良 当了十年的家庭主妇早已和社会脱节 想离开却又是那么的不甘心 但很快她的生活便迎来了转机 原来娘家的四合院马上就要拆迁了 这也就意味着即将有一笔巨额的拆迁款 恰逢老太太六十大手 老爷子想着打电话让儿女回家吃顿饭 顺便商量拆迁的事情 毫无疑问谢俊良偷听到了电话的内容 为了能得到这笔钱她立马变了负嘴脸 你妈过生日你就空手去啊 怎么又偷听我电话呀 给你妈买个好点蛋糕 我送你过去 这是结婚十年来 谢俊良第一次主动提出去岳父家 这让顺芳受宠若惊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今天的齐家格外的热闹 不仅女儿女婿一起出现 就连常年不登门的儿子儿媳也拎着礼物上门 邻居们看到后议论纷纷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表面看似幸福和睦实际上暗流汹涌 谢俊良一进门就开始炫耀她那三百八的法国大蛋糕 而习沈杰也不甘示弱连忙让老公拿出了进口水果 随后吃饭时还送上精心准备的衣服 齐家第一次这么其乐融融 可把老两口乐坏了 随后满雨在媳妇的指使下开始植入正体 爸 玩家里边真的要拆迁了 真的 那说给多少钱了吗 老爷子其实就是担心拆迁后他和老伴没地方走 所以准备用拆迁款买一套房子 沈杰小眼珠一低了让他们不要买房子 想让他们把钱都留给孙子 夫妻俩一唱一和诉说着养孩子要花多少多少钱 而一旁的谢俊良也不干了 怒斥小舅子夫妻不愿意赡养老人还想要钱 两人随后battle起来 谢俊良更是立马表忠心 你们买房的首付是老两口贴的吧 我没让顺芳去跟你们争 是因为明是非 讲道理 你们要是不想赡养老人 你们说 没问题 咱们可以立个字句 你们放弃这个权力 我接着 其实谢俊良比小舅子有心计多了 他打着赡养老人的幌子想独占拆迁款 而满羽见自己的计划落汤 恼羞成怒之下竟不顾母亲的生日 还想和谢俊良动手 看着儿女们为这点钱如此大动干戈 老太太气的胃病都犯了 而谢俊良回家后便又开始给顺芳灌迷魂汤 他深知岳父想买房却又害怕拆迁款不够 于是便出主意他来贴补这个钱 但是有一个条件 房子写谁名字 当然写我爸我妈的名字了 这问题就来了 那你到底要什么说法 你说吧 谁出钱写谁 老人得了胃癌医生建议手术治疗 却不想刚进手术室却又被推了出来 腹部已经打开了 做不了 人生说打开又缝上了 是 老爷子听后心疼万分 妻子不仅并没治好 反而还受了大罪 可医生却表示手术协议上 已经明确告知家属可能发生的事情 所以院方这次并没有责任 老爷子听后差点都要崩溃 原来不久前家里的老房子终于迎来了拆迁 然而一向冷漠的儿子和女儿听说后 都想独占拆迁款 兄妹两家甚至还当着父母的面直接干了起来 老太太一气之下胃病又犯了 疼得整夜没睡 等来到医院一看好家伙 这几项检验结果再看 可能是未来 您怎么不早点来呢 得知这个消息的老爷子如同五雷轰顶 他勾搂着身子接了一杯水 努力地让自己冷静下来 此时的他内心犹如针扎 老两口疯疯于于几十年 他做梦也没想过老伴有一天会患上绝症 更没想过老伴会先自己一步离开 老爷子坐在医院门口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然而他却不敢将真相告诉老伴 两人有儿有女 可在这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 儿子和儿媳妇还在算计着拆迁款的事情 害怕姑姐夫妻占到便宜 而媳妇更是想出好办法 我没听错吧 他有时候了 带着老头住咱们家里来 他急爬树上去都没用 再说了 还给您唠一个孝顺的美名 沈杰的如意算盘打得贼溜的响 毕竟老齐家的孙子在这 老两口一定会同意搬过来住 而这边的女儿女婿也不闲着 谢俊良更是急得团团转 你不是想跟你妈你爸住一块吗 把楼上收拾 让他搬过来住 这样 你弟他们想吃二老身上的肉 又逮不着机会 不是 那房子不买吗 先搬过来再说呀 顺芳完全是一枚脑子的任由丈夫牵着鼻子走 姐弟俩因为拆迁款 回家的次数也就变多了起来 而满语性格耿直 三句话里面有两句话都是拆迁款 您听我的 咱把价钱摇死了 少一分钱都不卖 能不卖当然不卖 卖让我和你妈住哪去 您儿媳妇说了 今天您跟我妈上我们家住去 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老太太自从把孙子带大后 而媳妇便再也没有登过门 上次还是因为听说要拆迁才来 而媳妇如此不待见自己 老太太也不愿意上前找难堪 随后表示还是拿拆迁款 买个小房子比较好 不是 您干嘛买房啊 而且您 您说您都这岁数越活越糊涂 这黄土都埋到脖子了 买什么钱买什么房啊 老爷子听后恨不得将这个不孝子摁在地上摩擦 父子俩因此还争吵了几句 老太太一声气味又开始不得进了 当晚直接住进了医院 看着母亲被推进了手术室 满语这才悔恨不已 责怪父亲这么大的事情都不告诉自己 和儿子儿媳在同一个城市 可一年到头见面的次数趋之可数 这要拆迁的全都冒了出来 如今老太太癌细胞已经扩散 推进手术室后又给推了出来 医生明确表示时日无多了 在这关键时刻还是邻居给力 忙前忙后的伺候着 还带来了甲鱼汤 老爷子在邻居面前终于能卸下伪装 老伴辛苦了一辈子 本以为能儿孙绕西安享晚年 却不想临走前还要遭这份大罪 虽然所有人都瞒着 可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 老太太还是猜出了自己时日无多 如今唯一的念想就是见一下孙子 可儿媳妇能满足她这个愿望吗 等了几十年终于迎来了拆迁 却不想还没开心几天老太太突然得了胃癌 这让心怀鬼胎的儿女们慌了神 谢俊良害怕岳母会因为治病花光 好不容易盼来的拆迁款 到时候弄个人才两空 所以便自告奋勇 想亲自去跑拆迁款的事情 其实谢俊良根本不管岳父岳母的死活 他就是想独吞拆迁款 而与此同时另一边老爷子独自在医院陪护 老太太深知自己时日无多了 唯一的念想就是想见一下他一手带大的孙子 儿子满语得之后便回家和妻子商量 可沈杰一听直接给拒绝了 那可不行 这医院里到处都是病菌 我是不能让我儿子到那种地方去冒险 我妈得的是绝症 这说不定乃天 你就不能满足了她吗 不能满足 自从婆婆生病后 沈杰连面都不露的 原本她还指望拆迁费来改善生活 如今婆婆病了这钱估计连治病都不够 所以才想撇得开开的 无论婆家付出多少她也从未把婆婆当成自家人 而满语见劝说不成便偷偷地带着孩子来到医院 却不想进扑了个空 原来老太太在看到脚废单后非要嚷嚷着要出院 可能是因为穷怕了 所以此时她觉得钱比命重要 并不是她钻到了钱眼里 而是因为她知道自己活不了 不想掏空家底连累孩子们 而这边的满语回到家后 孩子一个不小心把去医院的事说漏了嘴 沈杰听后直接蹦了起来 若是她亲妈生病了 她是不是也能做到如此绝情 就在夫妻二人battle之时老爷子打来了电话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沈杰学过表演 就这样的媳妇满语都能忍得下去 在下真是佩服 而这边的老太太得知今天孙子去医院扑了的空后 心里惋惜的不得了 而老爷子还劝说老伴不要埋怨儿媳妇 老爷子的思想太单纯 老太太一眼就知道儿媳妇的假惺惺 她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去世后 老伴的生活无人照料 于是便想在离开前让儿女一起来吃个饭 如今老太太放弃治疗 拆迁款也即将到手 而媳妇和女婿自然也就同意前来 饭桌上老太太便开始交代一言 这拆迁的这个钱你爸自宝拿着 将来他跟谁过 他那退休费就给谁 谁就得管他的饭 这拆迁的这个钱呢 留着他应急的时候用 将来你爸不是也要走的那一天吗 他跟谁过 这钱剩多少 就全都归他了 老太太生之儿媳妇和女婿都不是擅长 儿子和女儿在家里根本做不了主 若是以后他不在了 老爷子手里只要攥着钱就不愁没有吃喝 跟谁过着顺当就跟谁过了 老太太操劳了一辈子 年轻时条件不好舍不得吃舍不得喝 省下好的都给了儿女 即使身体出现了毛病 她也一直拖着不去看 等实在忍不下去了才去医院 一到医院才知道已经晚了 如今老太太的身体已经到了吃不下的地步 而她大半夜的还是爬起来找吃的 因为她知道她随时会离开 她不想做个饿死鬼 可胃癌晚期的人是根本厌不下任何东西的 老爷子目睹这一切却不敢打搅 给老伴留下最后的体面 老人得了胃癌晚期奄奄一息 却不想这天静突然神采奕奕 甚至一口气吃了一大桶面条 老伴以为病情好转激动得不得了 谁知道邻居的一句话让她倒吸一口凉气 不会是回购粉照吧 老爷子听后犹如五雷轰顶 然而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 果然是医院通知她老太太快不行了 然而经过抢救虽然命是保住了 但是病人的癌细胞已经扩散 全靠营养液支撑 医生表示也就这两天的事情了 让老爷子有个心理准备 年轻时家里条件不好 审吃审喝给儿女 如今生活水平高了 有吃有喝可人却病倒了 看着这一大家只顾着伤心 邻居也只能好心提醒 赶紧去把东西给准备好 赶紧准备好事 要不他真的能够心灵了 那就抓起了 那您在准备什么呢 装过衣服鞋什么的都得准备出来 还有呢 他走的时候下面扑到上面盖的 窝囊儿子从老太太生病 就知道一个劲的苦 一点忙也帮不上 如今连置办东西的钱也没有 老爷子从一开始的无法接受 到现在的坦然面对 这其中煎熬也只有他自己明白 少年夫妻老来办 深夜病床前也只有老爷子默默地守护 而老太太看着角落里 家人为自己准备的寿衣后 非让老爷子拿过来瞧一瞧 摸着这上等的布料 老太太直呼自己很喜欢 随后竟还非要穿上它 为了不拖累整个家庭 老太太拒绝化疗 坦然地面对死亡 如今他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相依相伴了 三十多年的老爷子 自从生病后 女婿和儿媳妇自始至终 也没露过面 活了大半辈子早已看透人生 他不争不闹 只希望儿子和女儿过得好 而这边的满雨回家后 觉得愧对母亲 于是便想带着儿子 去见一下老人最后一面 却不想竟遭到了 妻子沈杰的强烈反对 他借口医院都是病菌太脏了 孩子不适合去那种环境 想到见孙子最后一面 是母亲的医院 满雨这个窝囊费 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我妈给咱们带了 这么多年孩子 你心里始终就没把她 当自家人过 我这人就是比你理智 没有我妈就没有我 她现在有需要干需要事 我第一个把我的哥了给她 你那就是对我的不负责任 那我对我妈有没有责任 看到一向温和的丈夫发了脾气 沈杰终于低了头 同意明天带着孩子去医院探望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当晚老太太就不行了 她还是没能挨过 见孙子最后一面 如今只剩下老爷子 独自守着这套快拆迁的房子 老太太临终前有交代 老爷子跟谁过着拆迁款 以后就被谁 儿子害怕姐姐得了便宜 于是每天便催促父亲 搬到他那种 而女婿也极不可爱 从不主动登门的 她竟开始变得孝顺了起来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老爷子心里跟明镜似的 所以并未给出准确的答案 如今整个四合院 也只有隔壁老林还在坚守着 老林一把鼻涕一把泪地 诉说着自从要拆迁后 两个儿子为了这个拆迁款 大打出手 甚至还逼着他的遗嘱 他从未想过 自己的儿子会如此泯灭人心 而正巧满雨前来 劝说父亲搬到他那去住 老林一气之下 便怒斥满雨 不为父亲考虑 家庭主妇惨遭丈夫家暴数十年 却不想风水轮流转 顺方娘家的四合院即将拆迁 谢俊良为了得到这笔拆迁款 不得不百般讨好妻子 甚至还带他来吃烛光晚餐 这您到底是什么日子啊 为老自个儿老婆还想挑日子呀 这不是分分钟的事吧 长期遭受暴力 对待的顺方不明白 丈夫为何突然变得这么好 而谢俊良竟举杯道歉 表示以后一定会好好过日子 又是倒酒又是家菜的 这殷勤的模样 让顺方十分的不自在 然而接下来 谢俊良便直入主题 原来顺方娘家的老房子 拆迁有两种方案 一种可以拿钱走人 一种可以贴钱住回签房 谢俊良当下表示 他愿意出这个钱 让岳父住回签房 你 你有这么好心仰 当然了 无力不及走 这个 我出钱可以 房子写我的名 等老爷子走了以后 这房子就是咱俩的 那你是说 我爸那笔拆迁款也归你 他还住呢 你就说他活的不二多吧 这不还得住二十年呢 顺方万万没想到 婚后丈夫第一次 邀请他出来吃饭 不是因为爱儿是为了利益 想到这里他气得直接跑 然而等顺方离开后 谢俊良便露出了真面目 老利啊 请你吃饭呗 还是老地方 好 各点人大闸蟹等你啊 直到第二天 谢俊良才回家 面对夜不归宿的丈夫 顺方想刨根问你 可谢俊良却没有好态度 反而倒打一耙 指责顺方扶脚满产 别看他此时凶神恶煞的模样 转头竟又跑到老爷子 这化身孝顺的女婿 您看您这房钱 就这些 您要想回签 差多少 我给您补上 您要没想好住哪 上我那去 我把楼上那一层 都给您腾出来 您亲闺女伺候您 行吗 到这把岁数啊 就想想福吧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老爷子很清楚 女婿的人品 虽然很想和女儿住在一起 可他实在不想羊入虎口 于是便表示 买房子是个大事 若是没有儿子出头 他是万万不可能 擅作主张的 谢俊良见讨不到好言 于是便离开了 其实老爷子 此时也左右为难 儿子夫妻良 也是为了得到拆迁款 费尽脑汁 由于他们没有存款 所以只能劝说 父亲搬到他家主 然而此举 却让老爷子心寒不已 那时你妈没了 我才这么说 你媳妇在你妈住院的时候 漏过几次面 你那个老娘 辛辛苦苦的 把你们俩的孩子拉扯大 连走了 想见孙子一面 你们横手都这么拦着 不让见 我敢去啊 满语这个窝囊费 什么事情都是听老婆的 他的所作所为 彻彻底底的伤了父亲的心 所以老爷子如今 无论如何都不敢轻易下 决定去谁家主 看着父亲 模棱两可的态度 满语气的直接离开了 如今老爷子 一个人的日子 实在不好过 大清早的天还没亮就行了 准备去找 隔壁老林唠唠嗑 可怎么敲门也没原因 一进门好家伙 老林倒在地上 人事不行 来到医院后 才发现是中风 这老爷子也是 拆迁 拿钱走人 多好 在那房子里 相后什么劲呢 这回可倒好 那夫人又折兵 林家和其家同样拆迁 在金钱面前 他们的儿子 直接暴露了本性 林家两个儿子 更是为了医药费炒 不可开交 老爷子倒不明白 为何含心如苦养大儿子 而儿子却不能真心 对待父母呢 如今老林生病 两个儿子 全权代理 直接拿走了拆迁款 老爷子迫于无奈之下 也只好妥协办理了 拆迁手续 思来想去 还是打电话给儿子 准备搬到他家中 真的 我怕说 沈杰听到消息 后落的嘴巴都喝不了 而老爷子 在离开前的最后一晚 特地喊来了女儿 他们回忆着 在这个老房子的点点滴滴 以前生活条件 差可一家人 却过得十分幸福 如今生活变好了 反而烦恼却多了起来 把哪儿住啊 我也是想了好多 跟着你住呢 当然空长多了 可是我觉得 我和谢敬良 住不在一块 跟着你弟弟住啊 起点 但是我觉得 我还能帮忙他们的忙 其实老爷子 还是放不下孙子 他明知道儿媳妇 不待见自己 但是人老了 也想儿孙 绕西安享晚年 然而接下来的路 远远比他想象的还要难 老人前脚领了 百万拆迁款 后脚儿子女儿 便抢着接他去养老 秉着养儿防老的想法 老人最终 还是选择了儿子家 却不想还没几天 就遭受了一万点的暴击 是 我都是有点钱 那个 那钱 最后等我闭眼的时候 不是 留给你们了吗 那你也得有点耐心烦 你得等我闭眼那天吧 前不久 大杂院迎来了拆迁 可在关键时刻 老伴却突然离世 为了能和孙子 天天见面他便同意了儿子的邀请 然而媳妇却不是个擅长 老爷子因为住惯了大杂院 所以来到单元房没有换鞋 沈杰看到后脸色立马阴沉了下来 随后气冲冲的拿来了拖鞋 语气中满是厌恶和嫌弃 老爷子顿时手足无措 晚上睡觉时又被隔壁的嬉闹声吵醒 满语劝说妻子小点声 现在可是三十同堂 那又怎么了 有事没跟你爸 你妈一块住过 那时候是咱们住在他们家 现在是我爸住在咱们家的能一样 从未将老爷子当作自家人 他之所以能让公共住进来只是为了拆迁款 而老爷子自此便开始了苦逼的生活 一大早便准备了早餐 给孙子穿衣洗漱 然后吃完早饭送去学校 下午放学他又来接孩子 为了减轻小两口的负担 老爷子不仅自掏腰包买菜 还学起了做饭 然而儿子不仅不感恩 反而还嫌弃伙食不够好 要吃热了就凑合着吃吧 你不知道现在菜价长在什么份上 当初明明说好的是来养老 如今却变成了免费的保姆 虽然住在儿子家 可老爷子却浑身不自在 总感觉他是在寄人理下 唯一能给他带来欢乐的便是孙子 然而儿媳却处处挑他的毛病 就连给孙子买零食都不开心 我是你的妈妈 妈妈说不让吃你就不能吃 谁给你买的也不能吃 沈洁故意借着零食来宣誓主权 老爷子听后也只能弱弱的表示 以后不买了 现在家里的开支都是他承担 给儿子家花点钱没什么 可是他是也做了钱也花了 而媳妇却处处排挤他 这让他越来越想念去世的老板 怀念以前在大杂院的日子 即使公公出钱出力 沈洁还是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人家哪家老人不帮衬自己孩子呢 你看我爸妈 都七十多了 还照样帮我弟弟做饭看孩子 其实沈洁若是对公公 稍微那么和颜悦色一点 老爷子也不会那么难受 而更令他无法接受的是 中秋节这天他特地买了好多菜 回家忙活了一下午 可等他来接孙子的时候却被告知 孩子已经被儿媳妇接走了 而回家后一看家里一个人也没有 等到天黑了儿子和儿媳也没回来 老爷子无奈只好将做好的菜放进了冰箱 你肯定也不知道我现在在这边怎么样 这日子过来 最好晚上你投个梦给我 咱俩要在梦里好好聊聊 老爷子有儿有女 却活得像个孤寡老人 在儿子家累死累活 却得不到一点点的尊重 不回来吃饭连一个电话也没有 晚上儿子和儿媳回来了 原来他们带着孩子去姥姥家过节了 而儿媳妇看着公公躺在沙发上 竟还一脸的不开心 只因这么久了老爷子还紧紧攥着拆迁款不放手 沈杰想得孩子换个琴却又不想出钱 于是便将主意打到了老爷子的头上 老娘那电子琴 那琴非换不可了啊 找你爸要去 你怎么不去要去 他不是我爸呀 他要是我爸我早去要了 我还要等你 那你问你爸要去 小两口在屋内吵得不可开交 沈杰认为爷爷给孙子花钱天经地义 那么多拆迁款老爷子怎么花也花不完 听着屋内的吵闹 老爷子内心难受至极 但为了家庭和睦他也只能妥协 花了五千块买了一架电子琴 这下沈杰的脸上终于见到了笑容 甚至还破天荒地给老爷子家财 然而这点钱只换来短暂的宁静 事后如何我们下季见 老爷子刚刚去世 老伴便无缝衔接找了个相好 儿子得知后直接怒了 老黄无杀利器 咱就别装嫩了 您这么做对得起我死去的爹吗 原来不久前大杂院迎来了拆迁 老林为了多要点钱便独自坚守老宅 却不想这天夜里突发脑溢血 两个儿子都借口有事不愿前来服侍 也只有小女儿默默地守护在病床前 老林知道两个儿子混蛋 拆迁费若是都给了他们 那么老伴今后的日子铁定不好过 于是便将房产证托付给了邻居老琪 却不想还没两天老林的媳妇便找上了门 我是来拿房产证了的 房产卖了 文睿账了的 不让我过问 老太太从小溺爱儿子 儿子要的他不敢不给 如今这么大的一笔拆迁费 老太太不敢做主 也只能听从儿子安排 老琪虽然很想阻拦 可这毕竟是人家的家事 她也只能归还房产证 然而谁也没想到 几个月后老琪来探望时 竟发现老林泪流满面 一问才知道原来老太太 力气小没办法给老伴翻身擦拭 所以老林身上长满了褥窗 那谁呢 文睿文豫 他们不来啊 酒冰窗前无孝子的句话 说的没错呀 这俩人高兴了冒下脑袋 不高兴了 一个礼拜都不露脸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若是把拆迁款紧紧攥在手中 两个儿子会做到这样 不管不顾吗 老琪给老林擦完身子后 便留下来吃饭 老太太还特地喊来了邻居做陪 相比起几个子女老林 更愿意和老琪相处 今晚她异常的开心 却不想没一回儿子来了 看到这一大桌饭菜后一脸的不开心 怒骂老琪狗拿耗子多管闲 是不该来探望 文睿呀 你是来看你爸来了 还是气你爸来了 你齐大爷老远的来了 刚给你爸擦了身是上着药 面对老琪的帮助 林家儿子不仅不感恩 反而还指责这一屋子的人 都是蛇鼠一窝 其实他就是想赶走父母 从而霸占这套小房子 奈何奸计不能得逞 他也只能恼羞成怒 将怒火撒在老琪的身上 这场原本欢乐的晚宴 最终在吵闹声结束 老琪离开前不得不埋怨了起来 我还真得说你 老林啊 病在床上 这个钱啊 你还真不该撒手 当初儿子张口就要借钱买房 老太太只能竭尽所能去帮助 却不想竟是这样的结局 而不久后老林去世 两个儿子依旧不知所踪 原本老太太还能依靠老伴的退休金过火 如今也算是孤苦无依了 两个儿子又不管不顾 就连老林的墓地都没有钱买 文睿和文玉 一直到现在都不神道 买墓地的事呢 就这么撂着 老林到现在 还在外边待着呢 老太太真是悔不当初 而如今父亲没了 儿子更加张狂了 为了得到这套小房子 竟污蔑母亲和邻居不清不楚 满口的屋檐汇语很是不堪 甚至光明正大的让母亲搬出去 扬言这个房子是邻家的 妹妹上去理论却被殴打了一顿 幸好这时老齐来了及时阻止 而邻家儿子此次前来还带来了搬家队 他迫不及待地想将这套房子占为己有 齐大爷 我爹嫁贺西勇 这家 我是老大 现在我说了算 这话不对 因为有了前车之鉴 若是不愿意赡养老人 那也只能将买房钱吐出来 要是不同意 那就直接走法律途径 儿子一听便直接灰溜溜地跑了 而老齐为了老太太日后的生活 便找到了一直单相思的老四 费尽心思地撮合二人 这个房子是老林留给我的 我不能把这个房子 给那两个不孝的住手 老太太经历这么多事 终于明白了儿子靠不住 于是便将这个房子租出去 他则跟着老四回乡下生活 而老齐也即将迎来他的黄昏恋 事后如何我们下季见 老太太不幸话来去世 却不想还没几天老伴 就结识了个风韵犹存的美娇娘 这女的要是死了老公 能一守若干年 这男的要是死了老婆 能守一年 那就好样了 而媳妇审结笃定公公有了黄昏恋 而满羽却对妻子的话嗤之以鼻 在她的认知里 父母的感情非常深厚 父亲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自从老伴去世后 老齐就搬到了儿子家 虽然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和生活开支 而媳妇依旧是没有好脸子 老齐有事没事便跑到公园里唱戏 也因此结识了科班出身的宋如君 两人话题颇多 老齐虽然和儿子住在一起 却始终觉得是在寄人篱下 没有归属感的他 也只有对着宋如君大吐苦水 我得跟你说打电话 过去那是在进行家里头 这电话我想这么打就这么打 对吧 现在不行 现在我只要一打电话 我那个儿媳妇 就竖着耳朵瞪着眼睛 看我给谁打打什么 那他是关心你吧 他关心我就好了 他是关心钱 老齐清楚若不是自己 有百万拆迁款在手 儿子儿媳妇是不可能接纳他的 可为了能经常见到孙子 他也只能默默忍受着这一切 而宋如君听后十分的同情 于是便送了个手机给老齐 让他以后不要再看儿媳妇的脸色 老齐盛情难却只好收下 回家后他习惯性的拿起座机 准备打个电话给女儿 我关心 爸 您帮打这个电话 下废了电话费干嘛 老齐和满宇虽然是父子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夫妻才是一家人 面对小两口的一致对外 老齐突然想起身上有手机 于是便直接回房间拨打女儿的电话 却不想怎么打也打不通 害怕女儿出意外 老齐情急之下便出来将此事告诉了儿子 谁知道儿子看到手机后直接怒了 说得比畅的还好听 这儿子又荡又利的 搞得老齐像犯了错误的小学生 而儿媳妇更绝 竟直接甩脸子回房间 老齐十分委屈 大街上捡破烂的都有手机 他一个拿工资的退休工人为啥不能拥有 儿子儿媳无非是害怕老齐把拆迁款花了 毕竟当年婆婆临终一言交代 以后老齐跟谁过 百年之后拆迁款就给谁 晚上睡觉时小两口心疼得不得了 满雨更是表示父亲用的那个手机专柜卖两千五百块 即使家里的生活开支都有老齐来支付 儿子儿媳还是不满足 隔天老齐一如既往的去接孙子放学 然而谁也没想到回到家 竟看到儿子儿媳把饭都做好了 而媳妇甚至一改常态热情相待 老爷子本以为是小两口良心发现 心里别提有多美了 然而还没开心三秒钟 儿子就直入正题 说是想把厨房装修一下 随后一开口便是让父亲赞助两万块 老齐听后十分心寒 他觉得儿子若是没钱就不要老想着花钱的事 反正拆迁款是绝对不能动的 那行 您要说这钱不能动 那我希望您将来把这钱用在正经地方上 那什么地方是正经地方 就您买那手机 我觉得那就值不当的 说来说去满雨还是心里不平衡 他害怕父亲在死之前会将百万拆迁款花完 无论老齐如何解释手机的由来 满雨都不相信 这年头谁会无缘无故的送这么高档的东西给人呢 您这么守着这笔钱 该不会是想给我找一厚妈吧 老齐听后直接气血上头差点都要崩溃 晚上他身心疲惫竟发烧了 原本每天早上都是由他送孙子去学校 然而早上他没起来儿子都没有来查看一下 毫不关心的做拍让老齐内心失落无比 随后他便想自己坐公交车去医院 却不想竟直接晕倒了 等他醒来的时候竟看到了宋如君 人家小伙子把你送到医院 你又没带身份证 这手机上也只有就我一个号码 所以人家就把我叫来了 喊遭渣男家暴的女人终于忍不下去了 直接从楼上一跃而下 小舅子得知后暴揍姐夫 你想死是吧你 话说没有一个男人的手机是干干净净的 更何况是吃喝嫖赌的谢俊良 这天他出来打牌却忘了带手机 而家里的顺芳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想翻看一下 却不想刚好电话铃声响了 先给一万 还让孩子给三万 孩子平安生出来一次性再给八万 结婚十年每次顺芳想提出要生孩子的时候 谢俊良都是直接拒绝 如今他实在不想继续过这种看不到未来的日子 更不甘心在家里当免费的保姆 于是他便想打破砂锅问到底 质问丈夫到底爱不爱他 两人随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而谢俊良又一如既往地开始了家暴 此时的顺芳心如死灰 他十八岁时为了和谢俊良在一起 考上了大学都没有去读 如今他是娘家回不去 婆家待不了 没有退路的他只能选择轻生 然而谢俊良看到妻子爬上了楼顶 不仅没有好言相劝 反而责怪他小题大做 要怪就怪自己当年有眼无珠看错了人 听着丈夫的埋怨之言 顺芳直接一跃而下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与此同时老爷子像是有心灵感应似的从睡梦中惊醒 心里莫名的难受发慌 果然隔天他来找女儿的时候 从保安口中得知他半夜跳楼的事情 来到医院后竟看到女婿还在悠哉悠哉地打游戏 而女儿满身是伤得躺在病床上 为了不让家人担心 顺芳这么多年总是报喜不报忧 可精明的老爷子看到慌慌张张的女婿 一眼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于是便直接拨打了儿子的电话 然而等满宇来到医院后 竟发现谢俊良居然跑了 就连医药费也没交 得知要交两万多 满宇更是愤愤不平 觉得这个钱应该让谢俊良出 可怜天下父母心 满宇此事恨不得将谢俊良抽筋扒皮 然而好巧不巧谢俊良终于出现了 满宇气的上去就讨要说法 看着对方这要吃人的模样 谢俊良心虚的不得了 顺芳真是傻得可怜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维护谢俊良 而谢俊良听到妻子这样说 便开始理直气壮了起来 竟还怒骂岳父和小舅子 不该借机找麻烦 他之所以三天没露面 是因为去保险公司里陪去了 满宇气的想动手 谁知道谢俊良竟顺坡下驴 扬言这件事他不管了 满宇想去追 却被老爷子喊住 说到底还是娘家太懦弱 谢俊良才敢这样欺负人 交了医药费后 满宇觉得不能就这么便宜了谢俊良 从我姐摔到现在 他一面没弄过 这钱就应该他出 他是我姐老公 我姐在他们家摔的 你凭什么您出这笔钱呢 老爷子准备稀释名人 幻想着以后 谢俊良会好好对待女儿 可满宇还是不顾父亲的阻拦 找到了正在谈生意的谢俊良 三两句话一说 便搅黄了他的生意 满宇知道姐姐不会离婚 所以他能做的只有 逼迫谢俊良把医药费给交了 事后如何我们下集见 女人从闺蜜的床头捡了个宝贝 正想邀功却不料闺蜜的一句话 让他倒吸一口凉气 我没这东西 我从来就没扎过耳朵眼 真相不言而喻 看着顺芳这难为情的样子 李情既尴尬又难受 同为女人 她不得不劝说闺蜜赶紧远离渣男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我不甘心 不甘心更得反抗 我怎么反抗 我没有工作 没有钱 也没有房子 我从那搬出去 你说我靠什么生活呀 顺芳十八岁就嫁给了谢俊良 当了十年的家庭主妇 早已与社会脱节 所以根本没有勇气离开 不久前 她更是不堪忍受家暴 选择了跳楼轻盛 不料人没摔死不说 还连累老父亲到医院照顾她 但谁能想到谢俊良 为了节省医药费 竟趁着岳父不再强行将她带回家 老爷子得知后便匆匆赶来 看到女儿的腿不仅没好法 更严重了 她瞬间心疼不已 顺芳也是自作自受 到了此时此刻还妄想挽回渣男的心 随后老爷子拨打了急救电话 将女儿送去了医院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 顺芳的腿好的差不多了 但还是需要休养一段时间 因为没办法做家务 所以便将闺蜜李琴喊来帮忙 却不想经意外找到了一只耳坏 李琴内心感慨万千 原本还羡慕闺蜜嫁入了豪门 却不想对方活得不如狗 就在这时 谢俊良静带着小秘书回来了 这种明晃晃的挑衅 让顺芳难受至极 这个是你的吧 瞎说什么呢 这这不你自个儿吗 别说我没抓过耳朵一眼 就算我抓过 你给我买过吗 看你腿也不好 我真的想劝你两句 这没本事管男人呢 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要有本事管男人呢 就卤爸爸做他呀 顺芳实在是太窝囊 连小秘书都看不下去了 几人随后产生了激烈的争吵 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顺芳竟将矛头指向了小秘书 两人差点干了起来 一旁的闺蜜实在忍不下去 只能强行带着他离开了 一个人再怎么努力 也撑不起一个家 单向奔赴的爱情毫无意义 李琴为了闺蜜的未来 只能好言相劝 在那家带着 家闻得点气息 还不如跟我出来混 虽然我那房子小 都是租的 幸好顺芳没有生孩子 否则也很难跨出这一步 刚好李琴现在失业在家没事干 两人一拍集合准备开个美发店 然而顺芳身无分文 无奈之下只好找父亲接 因为当着儿子的面 老爷子并未当场答应此事 只说考虑一下 却不想满雨 却开始心里不平衡 又借口要装修厨房 让父亲赞助一万块 老爷子一听简直都无语了 你知道你姐姐现在住哪吗 你不是说他跟同学住一会儿吗 他同学不是有留他 他会住哪 这事啊真就怪我 他就根本就不应该从家出来 他这一出来 那不偏了谢俊良了吗 难怪谢俊良会如此猖狂 小舅子的眼中 只有钱毫无姐弟情分 老爷子也是失望至己 女儿这次差点丢了命 做弟弟的不仅不帮忙拉一把 反而还落井下石 我姐她毕竟结婚了 很多事我真的是不好管 你现在不是也结婚了吗 怎么一花钱就先说给我要啊 老爷子的话简直说到了点子上 而满语却反驳道 这装修厨房又不是我一个人住 您不也住在这的吗 不过话说回来 要是老爷子拿着这一万块钱出去租个房子和女儿一起住 那么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可他不能这样干了 为了能一碗水端平 他便拿出两万块 给儿子和女儿个一万 然后再借给女儿四万块创业 就这样顺方的美容美发店顺利的开业 他的人生也即将开启新的篇章 事后如何我们下集见 这个男人家暴完老婆又来接他回家 而此时的顺方已是人间清醒决定离开渣男 谢俊良恼羞成怒之下 竟又当众动起了手 你拿死我都不回去 今天我就打死你 这事前来探望女儿的老齐刚好看到这一命 为了保护女儿 他不顾年迈的身体毅然决然地冲向谢俊良 而此时闺蜜李琴也拿着拖把冲了出来 因为寡不敌众 谢俊良只能落荒而逃 而老齐此时已经愤怒到极点 他恨不得将这个女婿千刀万剐 我要跟你离婚 离了 当初顺方不堪忍受家暴后选择了跳楼 却不想不仅没死成还将腿给摔断 而谢俊良不但不给他医治 反而还公然将小秘书带回家 顺方遭受了一万点的暴击后 幡然悔悟 于是便跟父亲借了四万块和闺蜜一起开店 生意做的可谓是相当的红火 更是凭借独特的按摩手法赢得了许多老顾客 我当初是为了给谢俊良按摩才装门去学的 你这叫手艺用到了正经地方 顺方越过越好 而这边的谢俊良却因为公司倒闭直接破产了 身边的阴阴艳艳也全都消失不见 回到家中却发现屋内满是灰尘 要知道以前他无论何时回来 都有妻子安前马后的伺候 如今连一口热乎的饭也吃不上 他这才想起了妻子的好 经过多方打听 他竟恬不知耻地找到了理发店 我好像在瞎呆着你口片来干 这渣男还好意思问 以前有钱时对顺方一毛不拔毫不关心 现在得知对方发了财 静还厚着脸皮上门示好 要求顺方回家好好过日子 得到拒绝后静又开始胡言乱语 不是怎么油言不尽呢你 是心里有别人了吧 你别把你的脏水往我身上哭好不好 自己卑鄙无耻还把别人想象成跟他一样 谢俊良这个小人随后静还表示只要顺方回家 可以既往不就原谅他的所作所为 这种倒打一耙的行为把顺方差点都快起笑了 扬言就算满街去要饭也不会回家 随后便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活了四十多年还没有女的敢甩我呢 我再问你一遍回不回家 我不回去 随后谢俊良恼羞成怒之下静又动手 幸好父亲及时赶到 而原本顺方还没想好离婚 经此一事他决定通过司法途径捍卫自己的权益 几天后谢俊良毫无例外地收到了律师函 当他看到法院的传票后直接猛逼了 他万万没想到一直柔弱的妻子这次静动了真格 顺方别人告诉我都算 你他妈也承认了要闹 啊 反了你了 如今顺方心意已决 无论谢俊良如何威胁他都要摆脱这个人渣 而律师取证后 顺方才意外得知 谢俊良竟还私藏了三套房产 银行里还有六十万的存款 随后又从律师的口中得知这些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如果离婚的话需要进行分割 顺方听后简直都难以置信 很快到了法院审理阶段 谢俊良虽然失口否认自己家暴和出轨 但是在律师的举证下 他瞬间哑口无言 出来后便又想威胁顺方 请不要纠缠我的当事 你算哪个从啊 你再废话 我连你一块收拾滚 你威胁律师 法庭回令令案子让你受审 走吧 我跟你没完 大宝男给了前妻一巴掌 却不想因此付出了倾家荡产的代价 这实在太解气了 顺方自从结婚后表面上看是家庭主妇 实际上却是被谢俊良当作免费的保姆 不仅没有零花钱还经常遭遇家暴 谢俊良更是堂而皇之地带着小秘书回家 在经历了十年的痛苦婚姻后 顺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婚 在律师的帮助下 不仅成功地离婚 还分到了一处房产和三十万的现金 因为谢俊良拒绝履行判决 顺方便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然而当谢俊良得知账户被冻结后 直接猛逼了 于是便前来哀求顺方能放过他 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就真这么绝情了 那你当初那么对我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过一日夫妻百日恩呢 咱离了婚是不是一定是仇人 是仇人吗 你只要现在撤诉 咱们还能接着过日子 好吧 谢俊良以为还像以前一样 稍微说几句软话顺方就会妥协 然而他却高估了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地位 眼瞅着顺方不同意 谢俊良恼羞成怒之下 竟开始打砸店里的东西 然而在法律面前 这些耍无赖的行径毫无用处 普利斯很快便赶到现场 直接将他逮捕 这次谢俊良不仅要沦为阶下酒 还要赔偿损坏的物品 如今的顺方摇身一变成为了 有房有存款的小富婆 当下就归还了当初找父亲开店所借的四万块 把弟媳妇都羡慕坏了 哎呀 你姐 这婚礼的值啊 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有了 三十多万的存款有了 还有什么 你家和别人合伙开的店 翻身浓炉 把歌唱呀 如今的顺方再也不是那个逆来顺受的黄脸婆 她的生意越做越大 甚至还将隔壁的店面也租了下来 反观谢俊良却身无分文 刚从看守所出来便又找上了门 竟还妄想顺方和她复合 咱俩已经离婚了 我不再是你的保姆了知道吗 顺方是一点也不想和谢俊良有任何瓜葛 十年的婚姻最庆幸的是没有生孩子 不然哪能轻易这么说断就断 而谢俊良却毫不自知 还妄想用往日夫妻恩情来挽回顺方 那我不应该跳个楼吗 我带我男人回家羞辱过你吗 我原来是糊涂 做过一些糊涂事 可那都已经翻篇了 你老记着这个 幸亏咱俩离婚了 要不然 我连自己是怎么死的我都不清楚 你要这么说可是太没良心了 我怎么没有良心了 咱俩已经结束了谢俊良 那你认识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再不变 那才是猪狗不熟呢 我就不相信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 没有没有就没有 谢俊良此时的挽回不过是走投无路 若他还是和以前一样财大气粗的话 是绝对不会想起顺方的 他之所以低头 不过是权衡利弊后才发现 只有顺方最好骗 然而女人一旦伤透了心 便再也回不来了 谢俊良以为对方离了他活不了 却不想顺方越活越滋润 可能是因为太优秀 未婚未遇有车有房性格随和 反观谢俊良每天看着电视借酒消愁 凄惨兮兮 可即使这样他也不忘求复合 哎呀你看多爱了 你还真是忘夫啊 不至于吧 今天因为他俩离了婚 你就一事无成了 风水轮流转 如今的谢俊良如同哈巴狗似的 变着法的讨好顺方 然而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爱 而是为了想骗取钱财 一开口便想借三十万 他到现在还以为顺方心里只有他 之所以离婚不过是一时之起 一日夫妻百人 别在那给我讲百人 你对我就没问题 我承认 我以前有对你不好的时候 但咱们十年了 我对你 我有没有对你好的时候 对不对 那你说 你们家那么反对 你干嘛死一白雷非要跟我啊 瞧瞧这就是男人 当初你不顾家人反对执意要假 在他看来不仅不敢了你的付出 反而还觉得你廉价 然而谢俊良的结局是必然的 俗话说的好亏七折百才不入 如今一无所有也是罪有应得 女人离婚后摇身一变成为了千万富国 而甜不知耻的前夫 静惨兮兮的上门寻求帮助 我现在真的遇到一大坎 你要见死不救我 这辈子可就完蛋 那我绝望的时候 你伸手帮过我吗 你怎么这么记仇啊 这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 对呀就过去了 那就别再来纠缠我了 不久前被家暴十年的顺芳 终于选择了离婚 通过自己的努力店铺 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开 反观谢俊良公司倒闭 犹如丧家之犬一样四处躲债 为了东山再起 他竟一想天开想复婚 在遭到了一次次的拒绝后 便又上门借钱 就连闺蜜都看不下去了 我们两口子的事 我跟你说得着吗 这婚都离了 你还叫两口子呢 可笑不可笑 谢俊良以为顺芳 只是暂时和他闹小脾气 以后一定还会主动来复婚的 然而大部分女人离婚后 都是越活越精彩 他们怎么可能 还会再跳一次火坑呢 而谢俊良却不自知 反而找到了前岳父 爸忙的 面对这个曾经殴打女儿的渣男 老爷子也是根本不想理会 而接下来 谢俊良竟又开始填补支持了起来 我刚才又找顺芳去了 还跟我赌气呢 您看您得空 劝劝他 天底下 没人能劝得了他 天底下 没人会劝他 老爷子很清楚 谢俊良是个什么鸟 女儿好不容易脱离了魔爪 他怎么可能还去劝道 而谢俊良得不到前岳父的支持 便开始监视顺芳 然而这天竟看到 一男的频繁的出入理发店 为此他特地去租了个车 果然这天跟踪他们 竟看到两人拥抱在一起 谢俊良气得咬牙切齿 经过几天的跟踪 他竟看到该男子 竟然住在他结婚时买的房子里 于是他变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你怎么跑这儿了 我自个儿家 我来看看怎么 谢俊良真是气不打一出来 难怪顺芳一直不愿意复婚 原来早已有了新欢 两人竟然都搬到一块住了 随后又得知 男人的母亲竟也住了进来 这可把谢俊良气坏了 你们还真不见外 吃我的喝我的 你妈我还得给你养 谢俊良以前在家里的时候 一来伸手犯来张口 完全把顺芳当成庸人使唤 不开心还拳脚相加 如今他实在不甘心 对方过得比自己好 谢俊良气的血压直标 恨不得将男人摁在脚底摩擦 路线也是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的男人 此时他只想将谢俊良赶出去 两人随后产生了激烈的争斗 就连他八十岁的老母亲 也出来帮忙 打得谢俊良毫无招架之力 无处可去的他随后 也只能来找钱岳父 饿了好几天一进门就是要饭吃 就连孩子的饼干都不放过 爸 我以前糊涂 对不住您 对不住顺芳 自打离婚以后 我这肠子都毁清了 您能不能跟顺芳再说说 让我们俩把这日子捡起来 重新再过 谢俊良这种男人 真是厚颜无耻到极致 当初他发财时不把顺芳当人 如今离婚后落魄 又想好好过日子 为了能让钱岳父帮助他 甚至还想下跪 虽然这个钱女婿是个十足的混蛋 可老爷子还是善心大发 给他弄了点饭吃 而谢俊良也自知 钱岳父不会帮助他复婚 于是便开口借钱 谎称自己要去外地 做生意没路费 为了不再被纠缠老爷子 便准备给他一千块 却不想谢俊良净嫌弃太少了 顺芳被你赶出家门的时候 身上也就不到一百块钱 后头是人家朋友帮忙 老爷子只希望谢俊良以后 不要再去纠缠女儿了 可念在曾经亲人一场 还是给了他两千块 在这一刻谢俊良确实后悔了 可事上没有后悔啊 亏妻者百才不入 渣男的报应就应该是这样 女人打开门后 差点吓猛逼了 他惊恐地发现一项节俭的公公 居然破天荒地穿了一身名牌 甚至连皮鞋也安排上了 趁着老齐去做饭的空隙 夫妻俩偷偷溜进了他的房间 查看衣服后才发现 竟是一线大品牌 老爷子手握百万拆迁款 可当初说好谁给他养老 钱就留给谁 小两口害怕人还没死 他就把钱花完了 更让人胆战心惊的是 父亲在公园唱戏 居然认识了个美娇娘 两人交往甚密 对方还送了一个手机给父亲 害怕多个人分拆迁款 于是蛮于打着关心的由头 来劝说父亲不要和他来往 不是我关心您那笔拆迁款 是姓宋的那个女人 惦记您那笔钱的 您明不明白啊 等您把兜里那点钱折腾完了 我看您怎么办 老爷子也是无奈 明明自己才是父亲 却要像个儿子一样被训斥 老伴去世前曾叮嘱 这笔拆迁款不能早早地分给儿女 老爷子也很是听话 更是从未用过一分一毫 而满雨永远不会想到 其实宋阿姨是个小富婆 根本瞧不上那笔拆迁款 不过是因为她生病时 老爷子不仅送她去医院 还在家里帮忙照顾她 而这次她去香港女儿家过年 她的女儿听说此事后 才买了这一套衣服以示感谢 妈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瞎说什么呢 又真有这事 那是天大的好事 有人能让您开心 给您带来快乐 我求之不得呢 果然人家层次高的人 想法就不一样 这才是真正的孝顺 老爷子本不想收这套衣服 却也架不住宋阿姨的热情 因为上次拿了手机回家后 儿子和儿媳不仅盘问好久 还使劲地给她白脸子 如今若是把衣服穿回家 她害怕家里又会因此吵起来 好奇啊 你怎么是越活越气短呢 用手机怎么了 穿新衣服又怎么了 你现在混得连吃饭 睡觉穿衣服都得听孩子 你真把自己活没了 你知道吧 宋阿姨不理解老奇 为何活得这么卑微 随后便生气地离开了 毫无疑问老爷子回家后 儿子和儿媳的反应 也是在她的预料之中 而面对儿子的盘问和质疑 她直接气地跑到外面吹冷风 我们家老爷子 一天到晚这样撒钱 你也不管管他 我怎么没管啊 两句话没说到呢 老爷子把桌子掀着 越这样那更得管了 你要不过两天 那银行的钱都插吃碗费了 小两口从未想过 要好好孝顺老爷子 自己惦记那笔拆迁款 反而还觉得别人跟他们一样 两人卯足了劲地来研究 到底该怎么保住这笔钱 蛮鱼想了一夜 也没想到好主意 于是隔天他便准备开门见山 直接给父亲下命令 以后不许去唱戏了 也不许再去见宋阿姨了 更是直言不讳的笃定 宋阿姨就是为了图这笔拆迁款 您也不想想 老爷子听后也真是无语 自己生的孽种自己受着 尽管他解释着两人之间 并未有任何见不得光 可满语还是放下狠话 若是拆迁费被宋阿姨霍霍没了 他就和父亲断绝关系 这些话犹如一颗颗 挣扎在老爷子的心里 为了不让儿子生气 老爷子就没再去唱过戏 于是宋阿姨便打来电话询问 却不想这天竟被满语接到 为了勇绝后患 满语更是将宋阿姨给约了出来 指责他是不择手段的 想谋得父亲的拆迁款 气得宋阿姨当场离去 老爷子得知后 便指责儿子做得太过分 而满语却借口母亲才走了一年多 父亲就不应该这么快 就开始黄婚恋 这不行啊 在一块 我都跟您说了一万遍了 那女人是看上 您兜里那点拆迁款了 那是因为你啊 惦记着这批拆迁款 所以你看谁 都像是在兔财害命吧 您要是飞走这份住客 我就跟您断绝父子关系 男人惊恐地看见 他的妻子竟然和别的男人 走进了宾馆 他瞬间气血上脑 直接冲了过去 请出示您的门槛 我舅手刚进去这里 请出示您的门槛 他们俩没出示 为什么就能进去 只要满语一出现 保安们都警惕了起来 只因这样的事情 已经发生了无数次 想着妻子还在宾馆快捂 蛮鱼只能跑到饭店 借酒消愁 甚至还将怒火 发泄到林桌的情侣身上 毫无疑问 最后喜获一巴掌 被对方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无处发泄的 他随后便回到了家里 一进门便气 冲冲地来到厨房 拿起了菜刀 可把父亲给吓坏了 害怕儿子闯下大火 老齐便想夺过菜刀 却不想拉着中菜刀 竟飞了出去 把玻璃给打碎了 老齐反手就是一巴掌 什么东西 老爷子本分了一辈子 万万不会想到 儿媳妇竟会做出如此刑警 然而父子二人 怎么也不会想到 沈杰在外面做的事情 足以毁灭整个家庭 原来就在不久前 他在领导的安排下来 陪客户吃饭 却不想吃完饭后 几个男人便跑来打麻将 沈杰因为对麻将一窍不通 所以只能坐在一旁看着 然而经理要去上厕所 让他帮忙摸几把 却不想第一张牌就是自摸 门亲自摸一条楼啊 这牌大了 我赢了 对啊 给钱吧 沈杰没想到一把牌 便摸了一个月的工资 从此之后 他便是邀约不断 而经理为了笼络客户 更是纵容他可以提前下班去打牌 而对于沈杰频繁的应酬 婉宇十分的不满 于是便抱怨了几句 哪知道沈杰竟不管不顾 开始羞辱丈夫 你怎么不说人家家一个男人 能顶天立地 你行吗 秦婉宇不是我说你啊 那你一天到晚在家里死求人 那我还不得出去奔合路去 你不看个自己正那俩刚辈 你是够够养着房子 还是够养着儿子呀 看着妻子一如既往的外出 满宇这个窝囊费 也只能借酒消愁 随后透过玻璃 竟看到妻子竟然上了一个男人的车 他顿时感觉头顶绿油油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其实沈杰只是去打牌而已 一开始他的运气还挺好的 然而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邪 赌徒的心里都是输了想搬本 赢了还想赢 别玩了 别别别 再来自权 再来自权 最后自权 你还有钱吗你 输了都没钱了 别玩了 够不够吧 沈杰最后输了个底朝天 为了搬本 他将家中的银行卡给翻了出来 要知道这里面的四万块 是夫妻两婚后的所有积血 然而他一次次的输一次次的取钱 可即使是这样 也没能阻止他想搬本的决心 反而越打越大一发不可收拾 而满宇为了搞清楚妻子到底是在干嘛 于是便跟踪他 却不想进意外看到妻子又上了男人的车 随后他便骑着二八杠一路跟踪到酒店 果然在停车场找到了他们的车 他进入酒店四处寻找 却始终找不到人 然而此举却被保安发现了 毫无疑问最后被赶了出去 而此时的沈杰还在牌桌上大放光彩 满宇出来后一气之下 竟将汽车轮胎给放了起 等牌友出来后直接炸开了锅 而沈杰一看便知道这是丈夫干的好事 回家后便开始破口大骂 然而面对满宇的质疑 他也毫不示弱地解释道 我今天晚上 我就在那家宾馆 排我房间号1509 给我记住了 我把今天给我打台那三个人的电话 姓名我全都给你 你给我一个一个打电话去问 等你问好了 把结婚证找出来 明天一早下去把婚礼了 房子孩子全都归我 你给我光着屁股净身出户 老婆老婆 你喜欢 你能让我吗 我还不行 女人为了打麻将 竟然忘记了接儿子放学 这边的小姜等不到妈妈 于是便趁着老师没注意 脱下外套后钻出了围栏 以为上了公交车就能回家 与此同时老师发现孩子 不见后立马拨打沈杰的电话 然而沈杰为了打麻将不被打搅 竟将手机调成了静音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的过去 公交车很快便到了终点站 你干嘛这 这怎么有小孩的 你记得这个孩子是从哪上的车啊 我也没在意啊 与此同时丈夫满宇也接到了 孩子失踪的消息 他拼命地拨打着妻子的电话 却始终无人接听 到了饭点沈杰终于下了牌桌 刚拿起手机就看到丈夫的来电 于是便回拨了过去 打我十几个电话 怎么什么事啊 你没去接儿子 我 我 我这正开会呢 你去接了吗 接他妈妈 我做的小姐不见了 沈杰听后如同五雷轰顶 爷爷得知此事后 气得只能吃酱鸭药 这时沈杰才着急忙慌地回到家 他居然倒打一耙 扬言要去告幼儿园 甚至还和丈夫battle起来 此时也只有爷爷脑袋清醒 张罗着各路朋友寻找孙子 最终得知孩子在公交车公司 当老爷子看到孩子的那一刻 终于绷不住了 瞬间双腿发软摔倒在地 当得知孙子不见了老气 想死的心都有了 可他还是努力地让自己镇定起来 相比其他的睿智 满宇和沈杰就是一对智掌 孩子丢了不知道出去找法 还在家里哭个不停 没一会儿孩子回来了 沈杰激动地抱头痛哭 然而别看他此时这懊悔的模样 转过头竟还将责任推给了丈夫 还不是为了挣点钱 这个家又不是我男人撑的 早就散了家 你甭跟我说这个 你为了挣点钱 我没挣钱是吧 你好不好看看 人家别人家男人是怎么当老公的 我挣钱不都给你了吧 我就留了两包烟钱 你还让我怎么着 那我干脆连饭都甭吃了 一个围着死工资赚 这辈子都不会有处 沈杰的牌友都是做生意的财大气粗 因为打牌他输光了家里所有的存款 久而久之他便开始嫌弃是丈夫无能 甚至还嚷嚷着要离家出走 可怜毫不知情的满宇 还安前马后地伺候着 可换来的依旧是沈杰的无事 或许只有跟成功人士相处 才能满足他的虚荣心 甚至还在牌友面前大吐苦水 我当初吧 我就是看上他又老实又踏实 没想到现在这些都成了他致命的缺点了 你说现在这年头谁靠着老实吃饭 他就是个那种别口吃的就能活得住 沈杰一边嫌弃丈夫 一边又拿着他的血汗钱在排桌潇洒 丝毫忘记了儿子丢失的事情 晚上牌友一如既往地将他送回家 然而此景却被楼上的满宇看见 男人的自尊心上头 今天他无论如何都要和妻子摊摆 你怎么又跟他到一块去了 人家家都是女的天天追着男的闹 这家里好 那么一男的天天追着女的闹 别人家都是男的夜不归宿 这个家也烦了 你也可以夜不归宿 我肯定不拦着你 沈杰简直猖狂到了极致 满宇这个窝囊费也只有忍着的份 因为瞧不上丈夫 所以总觉得跟他在一起丢了脸 于是中秋节这天 他便拒绝带丈夫一起回娘家 我妈家有事要商量 我们姐几个说好了都不带老公 满宇这个智障信以为真 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 几个姐夫这不都来了吗 而沈杰之所以这样干 还有个原因就是为了方便出去打台 而与此同时满宇刚好来给客户修车 却不想尽看到了妻子又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于是他便打了个出租车跟到了酒店 可人早已不知所踪 沈杰不仅不接丈夫的电话 还将手机给关机了 可即使是这样满宇还是选择了忍耐 你干嘛好吧 你丈夫满足不了你的 面对如此疯狂的表白 女人这才明白自己已经跌入泥坑爬不起来了 原本沈杰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丈夫是个气修工虽然没有大作为 但为人还算老实本分 可沈杰总觉得生活太平淡 一点激情也没有 为了寻求刺激他竟染上了赌博 在牌桌上越赌越大越输越多 很快便将家里的积蓄给输完了 就连物业费都交不起 你明天去找物业 想要办法再拖一拖 我现在手头没钱 我怎么会没钱呢 丸鱼很是疑惑 每个月他除了留点吃饭前 剩下的工资都准时上交 这么多年下来了少说也有六七万吧 可无论他如何质问 沈杰都咬死不说出真相 竟还谎称钱都存死期了 夫妻俩也因此争吵了几句 然而正当沈杰不知道该如何填这个窟窿的时候 排友冯勇从天而降 在牌桌上 你尽管撒开了玩 赢了是你的 输了算我的 听到此话的沈杰犹如抓到了救命稻草 于是下班后便上了冯勇的车 而冯勇也很大方地拿出三千块作为晚上排局的本金 自此沈杰为了颁本更是彻夜不归在牌桌上度人 可几乎每一场麻将都是输得光光的 而冯勇不仅不生气 反而继续递上钞票 别着急 这个你先拿着 服务员 给我拿杯咖啡 你甭管了我接 此时的沈杰已经疏红了眼 头脑简单的他从未想过冯勇为何对他出手这么大方 直到这天吃饭时 冯勇才开始说钱的事情 你自己输了四万 我给你拿了三万 我是商人 出钱入账 必须心中有数 此时的沈杰才知道冯勇肯定有啥目的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对方便直接开始表白 吓得他花容失色 虽然丈夫满语窝囊赚不到大钱 可沈杰从未想过要背叛 做我的情人 输的那笔钱 我以后永远不会代替 而且你存折上输的钱 我会如输替你补杀 成了成了你别再说了 你这简直就是在侮辱我 那你拿着我的钱打麻将输的时候 你怎么不觉得耻辱呢 沈杰绝不可能答应冯勇的条件 扬言定会归还这三万块 然而早已树光家底的 他哪里能弄到这三万块啊 为了躲冯勇他便申请去外地出差 然而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妙 冯勇很快便打听到了他的去处 竟然从北京找到了天津 我欠你那笔钱 我会尽快地还给你 你不用这样追着我 你真是把我看低了 那点钱在我眼里真不叫钱 冯勇财大气粗 确实不在乎这三万块 可他也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将钱送出去 但为了能让沈杰从了他 并没有要求还钱的事情 只是希望他能考虑一段时间 然而谁能想到 两人回京时恰好被满雨看到 他瞬间感觉头顶一片绿油油 以为沈杰根本没有出差 于是回家后便质问他 到底跟逢勇干什么去了 就懒了跟你这种人说话 那话都留给那个开飘制的人说了是吧 你一天到晚的就会盯我的手 你还算不算你男人啊 好几天我见不着你人 打电话关机 今儿一大早我看见你坐在车上 沈杰咱俩换个位置 是我你怎么想 他就不能去天津开个会 他就不能顺道上伤着我 行不行吗 无论哪个男人都不会相信这种说辞 满雨瞬间心碎碎 他只希望妻子能说真话 而沈杰也不敢说出 他把家里的存款给输了 还倒欠别人钱 这让满雨对他的误会越来越深 家里所有的钱 卡折子全在你手里攥着 过日子你一分钱不愿意出 这日子怎么往下过 是赏你吃了还是赏你喝了 这要不是我爸 这屋子现在都成冰窖了 暖气费还是满雨找父亲借钱交的 日子过成这样他的心实在是太累 他让妻子赶紧去银行取钱还给父亲 却不想审结依旧不愿意 于是他一气之下 便直接抢过妻子的包从里面翻出了银行卡 我告诉你 我一定要查 明天我拿这张卡去银行 我一查我就知道 你把家里钱倒在走多少 男人省吃省喝存了十几年的积蓄 竟被老婆一秒钟给输掉了 全部都没很兴 满雨自从结婚后每个月的工资都上交 却不想如今到了花钱的地方 妻子却迟迟拿不出钱 于是他便强行抢过银行卡 准备去银行查看余额 然而沈杰为了隐瞒真相 竟提前来将银行卡挂失 所以当满雨将卡插到取款机时就被吞了 而令他万万不会想到的是 沈杰不仅输光家里积蓄 还道欠别人三万块 而债主竟要求肉肠 还让沈杰早点离开满雨那个窝囊费账了 我告诉你啊 你别觉得我欠你那么俩钱 你在我这就想怎么着怎么着 我欠你那点钱 我很快就会还给你 我说的是真话 你要是想还钱 现在立马就还 要不然就永远别提这码事 如今前有债主逼迫 后有老公查账 沈杰想死的心都有了 为了躲避 他干脆跑回娘家居住 而这该死的冯勇还是像幽灵一样 时刻纠缠着沈杰 可沈杰虽然瞧不上自己的软弱账户 但他绝对是不会越过底线 这让冯勇直接露出了真面目 我一共给了你五四千 共计三万三千 你还了我三千 还剩三万 我说的没错吗 没错 三天之内 把钱还给我 三天 三天之后还不了 我找你丈夫要钱 此时的沈杰长子都毁清了 千不该万不该妄想在牌桌上赚钱 为了不被逢勇威胁 沈杰只能厚着脸皮来找大姑姐 要知道之前大姑姐落难时 沈杰不仅不帮忙还落井下石 如今却舔着个脸上门借钱 而且一开口便是三万 这么多 你要干嘛呀 我家里遇到点难事 大姑姐虽然不喜欢这个弟媳妇 可大家毕竟是亲人 她也想伸手帮助 奈何店铺运营需要资金 于是只拿了三千块给她 回到家后的沈杰身心疲惫 她无法想象若是丈夫知道 存款没了后会是怎样的情景 如今事情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面对丈夫的逼问 沈杰只能选择一次次的逃避 而隔天满雨来找姐姐 意外听说妻子来借钱的事情 她顿感大事不妙 于是便回家翻箱倒柜 想找出存折 经过她不懈的努力 终于在书本中找到了 谁知道她打开一看好家伙 折子里的钱全部都取完了 满雨此时犹如天塌 可等沈杰回家后 她还是强忍怒火 心平气和地询问 家里的钱到底在哪里 这上面的钱哪儿去了 谁让你翻我包的 我哪个口袋你没翻过呀 这里边也有我的钱 我有权利看 钱我拿去搞投资了 什么投资 票币 什么票币 邮票和钱币 东西呢 我没放在家里 放哪儿了 放在我一个朋友哪儿 谁 电文号码 即使到了此时此刻 沈杰还是死鸭子嘴硬 谎话张口就来 然而这次满雨 势必要不达目的不罢休 想到妻子经常和冯永彻夜不归 他立马笃定这笔钱 是两人拿去享乐趣了 他顿时气血飙升 毫不留情地发下狠话 今天你不把这笔钱的去将 给我说出 我一眼看来我 他妈跟你叫 听到此话后的沈杰瞬间慌了神 他知道这次瞒不住了 于是便说出了实情 家里的钱全部都被他打麻将输完了 满雨听后简直难以置信 于是便又确认一遍 是说全输了 全输了 全都没 这是自结婚以来满雨第一次动手 要知道平时连重话他都不敢说的 而沈杰此时还不敢说出他还有欠债的事情 他也不知道这场婚姻还能不能保住 只能默默地离开把选择权交给丈夫 事后如何我们下集见 原打麻将输光家里所有存款还道欠三万 而债主却要求他用其他方式偿还 做我的情人 你这简直就是在侮辱我 面对拒绝后的债主却下了最后通点 要求沈杰三天之内必须还钱 否则就要上门讨要说法 更悲催的是 丈夫满雨很快便发现家里的存款不见了 在得知是妻子输了后直接动起了手 沈杰自知里亏一时间无法面对家人 只能选择离家出走 而这边的公公和小姑子也及时打来 老爷子得知儿子动了手后便感觉大事不妙 满雨此时 已经彻底不想和沈杰过了 平时他省吃省喝每个月只留点吃饭钱 其余的钱都上交给妻子 不想如今却是这种结局 然而老齐却指责儿子 而媳妇之所以这样都是他纵容的 平时就不应该什么事都听老婆的 现在除了事那也是咎由自取 这还是我的错了 媳妇媳妇在外面耍钱搞破鞋 这爸爸在外头 除了唱戏就是想给我找一口妈 这最后倒成了我的不是了 满雨此时口不择言将木火牵扯到了父亲身上 老爷子也是无奈 看着接近风魔的儿子 他只想快速离开 却不想突然血压飙升直接晕倒 头还被茶几给撞破了 然而老爷子即使到了病床上 也仍旧担心儿媳妇的安危 这么晚了一个人在外会不会想不开 不管啊 他做了些什么 毕竟是咱们一家人 这个时候他遇到麻烦了 咱们要不伸手帮忙 他指望谁啊 谁也指望不上 虽然平时没少爱儿媳妇的白眼 可老爷子却从未计较过 毕竟孙子不能没有妈妈 而满羽这个窝囊废却只知道生气 再听说妻子没回娘家后 不仅没有想过出门寻找 反而还让姐姐不要担心 他有的事地儿住 你不论他操着心 大姑姐听后也真是醉了 要是沈杰因为此事想不开 那么弟弟铁定会后悔一辈子 无奈之下只好和宋姨四处寻找 两人找了一夜 终于在小河边找到了沈杰 此时的他双手抱胸看起来凄惨无比 随后顺芳和宋阿姨便轮流劝导他回家 沈杰也流出了悔恨的眼泪 这个家我回不去了 这个家我回不去了 那个家不要我了 宋阿姨也不要我了 宋阿姨觉得没有什么 比生命更重要的事情 就算天塌下来也有人帮他顶着 看到这么多人关心自己 沈杰便说出了 他不仅曙光家里的四万块积蓄 还欠下三万块 并且债主还逼他肉肠 随后宋阿姨将他带回了家 他嘱咐沈杰不要再跟任何人 提及这三万块的事情 特别是小江他爸 这事儿 少男人的自尊 也上夫妻的感情 以前那人都要钱 先从我这儿拿 就算你是借我 宋阿姨在关键时刻示意援手 这让沈杰瞬间懊悔不已 想当初他还以为 宋阿姨是想谋得公公的拆迁款 如今看来是自己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了 隔天沈杰在大姑姐的 陪伴下回到家中 这次他也是彻底的毁 觉得以前对待公公太苛刻了 更对不起丈夫和孩子 他决定以后好好做人 爸 您别光顾着给孩子呢 您自己吃啊 来来来 我帮您家 这个放在您那边 这是我特地给您包的素馅儿的 这以前我妈老说 说那个受了外伤的人 被寄几天婚兴 面对沈杰的改变 大姑姐很是欣慰 然而满语却一点也不开心 她的血汗钱就这样被挥霍 却没有一个人 愿意站出来为她说话 所以她觉得全家都在针对她 事后如何我们下季节 女人打麻将输光存款 还到欠三万 谁知道债主竟要挟她用肉肠 冯勇以为这次能奸计得逞 殊不知却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把借条给我 哪来的借条啊 没借条哪来的债务啊 当初冯勇明明说好 输了由他出 沈杰才会深陷其中越输越多 他怒斥冯勇不讲信用 这话是我说的 证据呢 谁证明啊 我没证据 这就跟你没有借条一样 就凭着这个 咱俩就应该两清 冯勇万万不会想到 沈杰竟敢跟他来这一出 恼羞成怒之下 竟扬言要去撞到他受贿 而沈杰却不慌不忙 要求冯勇拿出证据 就算是受贿那么 行贿者也需要受到惩罚的 冯勇此时气得咬牙切齿 然而他实在不甘心 就这么白白损失三万块 于是便又来纠缠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沈杰接下来要放大招 原来大姑姐顺方的男友是律师 沈杰所做的一切 都是按照他的指示进行 如今冯勇再来纠缠 葛律师不得不 亲自出马摆平此事 沈杰 咱们俩私人的债务 完全可以自己解决啊 你等等 你是说他欠你的钱 我借给他三万块钱 借条吗 一句话的是 没有 那就是说你和我的当事人 没有建立明确的 债钱债务关系 那这笔债务不能算随在 你如果硬逼着我的当事人 还这笔钱 我就告你敲诈乐死罪 冯勇都快气笑了 他欠我的钱 你们还告我敲诈乐死罪 这也太搞笑了吧 而在法律面前 事事都需要讲究证据 葛律师随后便递出名片 让他可以走司法途径 解决此事 冯勇这次是罪有应得 谁叫他想尽办法 引诱沈杰打麻将 以为能以此威胁 从而得到他 然而沈杰虽然摆脱了冯勇 却因为输光家中 积蓄被丈夫冷眼相待 夫妻俩的关系 一度紧张到极致 而这天满雨 在路边看到了冯勇 于是便想跟上去教训他 谁知道还没跑两步 便晕死了过去 病人啊 本身就有胃溃痒 最近喝了太多的酒 在酒后大运动量的奔跑 造成胃穿孔 必须立刻手术 沈杰知道丈夫 是因为心疼他 打麻将输光积蓄 才会自暴自弃 每天戒酒消愁 这让他内疚不已 如今能做的 也只有不分昼夜地 伺候着丈夫 这些事都我扭出来 都怪我不好 保证 你今以后再挂牌了 人只有吃过一次亏 才会学一次惯 然而知错能改善摸大烟 满雨也原谅了妻子的错误 几天后满雨顺利出院 回家后竟发现家里一尘不染 原来这段时间 老齐和沈杰 一直在医院照顾满雨 而儿子小江泽 托付给宋阿姨照顾 沈杰不免地夸赞了起来 然而却遭到了满雨的不满 他到现在还认为 宋阿姨就是看上了 父亲的拆迁款 才会费尽心思地百般讨好 为了阻止父亲 谈这场黄昏恋 他竟又找到宋阿姨 一上来就开始挖苦讽刺 指责对方想谋得拆迁款 这笔拆迁费是你爸 只有他一个人 有支配的权利 你着急没用 我是他亲儿子 听到此话后的满雨 更加认定对方是看上了钱 然而宋阿姨却教育满雨 为人子女还是孝顺一点比较好 而这边的老齐突然觉得 这所有的事情 都是因为拆迁款惹起来 于是便将儿子和女儿聚集在一起 将这个拆迁款分成三份 儿子女儿各一份 他自己则留下一份养老 故事的最后老齐坐飞机去香港 和宋阿姨完婚 好了这部剧就结束了 希望我的粉丝宝宝们 一路发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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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发发发发发发发